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干了 长成了最美的大草原 也成了无数网红的打卡地 也是旅游的好地方 可以带着家人一起 可以随意的躺下 作为土生土长的不洋人 今天就带大家来见见大草原 好 上车 我们现在就准备过去啊 这是我妈 我儿子我女儿 还有我的大伯 我大伯也一起去玩一下 好 现在咱们就出发吧 你还是好矮啊 别急了 我家里到浦阳湖大概20分钟的车程 我都是看抖音啦 然后家里的浦阳湖干了 全部是大草原 今天呢刚好中休节回来了 我也得去看一下 其实今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 刚好可以带着小孩子们也可以一起去看一看 我现在就行驶在浦阳湖的大坝上 浦阳湖的大坝是解放出 靠人工一袋一袋挑出来的大坝 现在已经是到了浦阳湖 左边是我们浦阳湖的内湖 内湖就是村子都是绕在这个湖边的 它就存了水 然后左边是真正的浦阳湖叫外湖 我们叫浦阳外湖 大草原的地方还没有到 我们先到这边 虽然也是浦阳湖 但是前面草不是很多 以前这个水位 你看一下前面的石头没有 水位到石头那里 现在全部干了 姐姐 看一下前面这个沟河 里面都是在这里捕鱼的 咱来看一下小虎猪摸到什么鱼了 烹猪是吧 贝壳 抓的 烹猪 在这里摸鱼的 昏水摸鱼这就是 你看这个裂痕吧 我的天哪 我女儿也找到一个荷包 就是敲不开 你把它敲开干嘛 敲开不就挂了吗 我想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珍珠啊 珍珠你个头啊 哪有珍珠 国帮就是有珍珠的 没有 走我们现在上去 好的 我们现在上去 上去前往那个抖音里面拍的 全部是草 很茂盛的草 小心脚啊 这里就是浦阳湖网红打卡地大草原 想要去大草原呢 就在这里排队 你看一下很多车 需要坐轮渡到对面去 就是网红打卡地大草原 然后呢 坐轮渡过去的话 是需要五十块钱的 作为本地人的我 作为本地人的我 我自己还没有去过对面的 这个网红打卡地 非常惭愧 然后呢 需要五十块钱 因为我带着我妈 我妈钱看的比较重啊 她说 就不用过去了 她说草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咱去不了 好 来这里看一下就好了 土豆 你姐姐要吃土豆 我要吃土豆 回家给她炒土豆吃 嗯 那你听小天烧吗 回家给你炒土豆 啊 鱼肉盆 咱们现在就去 不需要雾河的大草原 我们现在停在 这个休息的地方 在这里乘两个 好大啊 你看 头发 头发飞起 那边草没有去看过 现在你看一下 前面有很多很多人在来摸鱼 我想走到前面那个草地上去 走吧 走吧 走 把车门关一下 现在我们这边下去 到前面的草坪 草原 后面是我大伯 我大伯 今年应该是六十了吧 七十二 七十二 我最大的大伯 看不出来啊 七十二 看起来像五十多 我说六十好像都说多了 慢一点哦 慢一点 慢一点 我大伯说 带个拖鞋 不好走 你看 这个草鹿 看一下啊七十二 看得出来吗 都是过来抓鱼的 别换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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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图一个乐啊 抓鱼是次要的 主要是开心 我弟弟在那里玩水 真正的到了大草原 看 看一只草 这是谁啊 在这躺着啊 躺平了 真正的大草原 在这躺平 为了 那哪里 就是 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没救了 非常多 好大 啊 很大 很大 很小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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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看 西洋西夏的余灰 撒在我的脸上 金灿灿的 看来是草 我蹲着这个草比我还高 看到没有 这我是蹲着的 躲在里面都可以 真正的感受一下 躺在大草原 青草真的就是青青的味道 淡淡的清香 在这个草原上可以玩个半天都可以 一点也不腻 你可以跑着 可以躺着 可以打滚 都可以 然后这边又是西洋西夏 非常依依不舍 得回去了 他们还在那里等我呢 铺羊湖的大草原 就在家门口的风景 铺羊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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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羊湖